今天和大家討論大灣區以至全國樓市的情況 根據中原大灣區的城市指數 連續三個已經創新高 到現在補125點 上個月升了2% 其中深圳連續19個月創新高 去到153點 其中上個月有8個城市上升4個城市下跌 當中珠海、廣州、中山這些城市都創新高 香港上個月升了2% 澳門也升了1.9% 總體來說 整個大灣區在今年由小陽春進入大牛市 估計第二季大灣區指數應該會有所上升 提到全國樓市 1至3月第一季的銷售面積去到3.6萬平方米 比去年多了63% 比前年多了21% 銷售金化部分 今年成交到3.8萬億 比去年多了89% 比前年多了42% 增長相當驚人 全國開發投資達到2.7萬億人民幣 比去年多了25% 比前年多了16% 這是第一季的數字 從這些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開發商或客戶 也看到他們對樓市的信心 我們估計今年是高速增長年 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and share我們 想知更多市場資訊 關注我們中原澳門及環球Facebook專頁或視頻 好啦